印度尼西亞官員說,一艘前往澳大利亞載滿了難民的船, 星期五在印尼爪哇島海岸外系沉沒,至少有21人死亡。 當局說,28人從船難中生患,而有超過70人失蹤。 有關官員說,乘客大多數是來自中東地區,包括黎巴嫩及也門。 一名黎巴嫩男子據稱失去了他的妻子及8名小孩。 詞曲 李宗盛